各位老爸老妈大家早上好 梅子老师早上好 欢迎各位老爸老妈 再次回到来我们的老爸老妈来上课学场 继续来跟我们新的一年 继续来跟我们跟梅子老师继续来上课 今天呢 前两个月我们跟梅子 以前一个月我们跟梅子老师来学习这个 以疗愈艺术回顾历史 我们跟他学习了四门课 这个月到二月我们还会继续来跟梅子老师上五堂课 今天第五个主题 那个年代我的童年 到底这个历史是怎样的故事呢 我们马上请说我们的梅子老师 谢谢 谢谢玉梁老师 这样在开始之前呢 我请大家听一首歌 我请大家听一首歌 这种手都在一起 看着要站到开 变成的变成 这样的时候 依然是不忘了 是否还记得 不怕太阳晒你的日子 虽然你会 活在好欢乐从旅中 也远总结不了 你我欢乐的处记 還有悲劑在哪兒的天分 是否還記得不怕風吹零的歲月 女生和笑聲穿插在童年的午後 非常馬來西亞 非常馬來西亞 在天童年的夢裡長 無論你或生的能 只希望你能願意的 願意守著牙 Lenga, Lenga, Tango Tango,你的皮革牙 Lenga, Lenga, Tango Tango,你的皮革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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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刚刚那个歌谣 是马来西亚的一个组合 三脚下男孩 现在已经不是男孩了 非常非常有道地的色彩 今天就讲 那个年代 我的童年 我们的童年 我相信在这里 我们大家拥有 类似的童年 好 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个年代 我们的童年游戏 我的童年是七十八十年代 在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 我们的游戏是怎样的呢 这种小女生的牌卡的纸人 旁边就是能够穿上去的衣服 Guli Yoyo Tikkam 我觉得现在是八十年代可能都已经忘记了 我们是要给五分钱 然后呢就灭一个Tikkam看我中什么东西的那个Tikkam 刀绳我们用很多那个塑胶袋来把它组合成为那个鸟绳 那声音可能会太大 这个是那个我们打印子 就是两个在一起 看谁正反这样 然后谁的那个号码大呢 我们就能够赢了对方的那个牌卡的 这个呢 Game Boy 剪刀石头布 其实我的年代还有那个小鸟 剪刀石头还有布的 等一下哈 东南西北 我们都有玩过 这个 手指点点 就看那个点到谁的手指的手指就把它收进去 然后越少的人呢 就是就会输掉了 应该是这样吧 这个 Pepsi Cola123 AEIOU123木头人 AEIOU就是我们的名字哈 有多少个A 有多少个E 然后我们就可以走多少步 打手指的手指的手指的手指 跳格子 跳房子 跳飞机格 丢手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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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指 还有不同的折法 就看我们自己就折哪一种折法 看谁飞到比较远 直飞镖 真心画大冒险 自己跟自己玩的手指人 我还会把那个脸画在手指上面 这种手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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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指 还有这些 骑着 考完试之后呢 老师呢就会 给我们去玩 有时间就玩这种骑着带去玩的 那个蛇骑啊这些 其实你们是不是想跟我讲什么东西 那个太大声还是什么是吗 我看一下 我的声音你们听到是ok的吗 我看到修经啊 看到双球啊可以啊 ok 好 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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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 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 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 还有呢这个呢 橡皮擦星星 老鹰做小鸡 抓米肠 抓米肠 打蛋猪 这个抢鸡 这个抢鸡 这马来西亚人做的啊 抢鸡 这个抢鸡 这个抢鸡 鸡 鸡鸡 跳 跳橡皮圈 八盒 大风吹 我们在学校的那个 一定有玩的这个大风吹 满鸡 玩满鸡 有时候自己会去起火啊来烧啊 妈妈会打 要躲起来玩 围棋 这个其实我没有玩过啦 嗯 然后边手扯身 抓石子 然后把它抛上来 看能够抓一次过 抓一个次 抓两个 一次抓三个 还有呢 这个呢就是 啊 这个叫什么啊 这个蛋弓啊 我们有时是用木头来做的 爬树 我们那个年代没有手机的孩子呢 都喜欢爬树 乡下的孩子啦 有浪漫的恋情 只是我太爱这片土地 当然也爱上了他的天气 我只想说一些我的爱人们也能爱的甜言蜜蜜 我们的游戏 嗯 诶 一下子就stop了 sorry啊 我们游戏完了之后呢 其实呢 我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零食 嗯 等一下 我要把这个变成是零食的那个 属于我们的童年的零食 刚刚好那个那个Youtube又唱完两声一下 我要去弄一弄那个Youtube先 等一些 哈哈 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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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我的那个screen sorry 我说需要 stop一下 你也看不到我的screen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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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属于我的年代啊 之前是 妈妈的童年 这是我的童年啊 嗯 嗯 同样我在这里 嗯 嗯 我这次呢 我就没有用铅笔来做抄稿 我直接就画 你们可以跟我一起画 不用担心 我这边我有准备 03 或者是05 03 05 10 或者是 10 还有01的这个 笔 还有铅笔 然后呢 我有这个 Water Brush Pen 等下我会涂上一些 那个 chocolate色 给它有点古早味 给它有点古早味 这样 就没有也没有关系 我会先画我自己 然后呢 falls 是 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手指游戏 然后呢 哎呀 刚刚我没有秀到你们 其实另外一个 其实我们有的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包装 我没有秀到你们 其实那个场景的 里面是有那个银河色 还记得 若是讲你们记得 有那个银河色 就是我们会 现在的淘宝 我看我要不要 没关系 其实还好 来 这个银河色 那个就是一个 好像那个油垢的 那个书这样的 有一本那个银河色 这个呢 就是贯穿在我们 七八十年代 的那小学生 哇 我们都会 他一个星期会寄来一次吧 只有member 他才寄给你的 那个银河色 现在的那个淘宝 以前我们就是 哇 非常 非常流行 就是银河色 油垢 他会寄给我们的 里面呢 都有一些 例如可能是 我们小女生戴的项链 还是一些 我买很多很多书签 因为那书签呢 就是以前 他们那种 画到很好看的 那种书签 然后呢 就是还有呢 就是 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买过 就是那个 他里面有一粒粒 很香很香的 香香的那个 那个 瓶子里面有那个香香的 那个 那个痘痘这样的 银河色 然后呢 我们的那个 给你们看大一点点 银河色油垢 然后呢 我们还有那个 玩那个 刚刚我们有看到 就我们玩那个 紫牌嘛 那个燕子 就是 我们两个人 就是 拿着自己的那个号码 然后就 这样看它 掉下来 到底是谁的 号码比较大 然后呢 就看 谁赢谁输 另外一种玩法呢 就是 谁的盖下来的话呢 就是 数谁的 倒转来的 就是 倒转来的 是数 还盖下来 是我都忘记了 总之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那外面呢 可能它是有统一的 可能是一些 机械战警啊 还是什么这样的 然后呢 里面呢 就是有号码的 可能是 二 然后呢 当然很多人的 那个童年回忆一样 我们每个人 都有玩过的是 那个 狗狸 就画 在地上 画一个圈 然后呢 就把那个 玻璃球 往里面丢 看谁的 能够把别人的 打出去 但是自己的 也不能够 留在里面的 就是你是把自己 把别人的 打出去了之后 你自己的 也是一样 打出去 那你就可以 赢多一个狗狸 有些人 我们那时候 就会说 看谁的狗狸 比较多 就是 哇 就是很 走路有风的 很会玩 因为其实 以前 我们要多的 鼓励 可能就是要靠这样 去玩 赢回来的 因为大部分的人 其实我们 也没有太多钱 去买这些东西 然后呢 我们的童年的游戏呢 我的年代呢 就是 有玩这个 其实我不知道 那个是Game Boy 还是任天堂 你知道吗 其实这个可能 它是任天堂来的 也可能不是 我的年代 可能是更 更 更迟一点点 但我都忘记了 但是我有时候 我开始 接触到那时候呢 可能我也是蛮大了 我都忘记了 可能不是我的童年 是中学吧 就是这个 我觉得很可能 是任天堂来的 这个 但是80年代的 小朋友呢 他们肯定的 就是有玩过这个 那个操作 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 两个button 左边 两个button右边 你是可以上 下 然后开机关机 这样的 这样的东西 然后我为什么会 知道我有玩过 是因为 这个是我第一次玩 我不忘记我多大了 就是这个 有个降落伞的 就是你要 去到那个地方 你要能够 跌到去那个地方 你才能够赢 差不多是这样的 大手是真的会玩到 很沉迷的 就是哇 真的一直想着 哎呀怎么样 才能够过关 那种这样 然后在那个年代 我们的不相信在我们手机都可以拍照 我们的那个年代呢 就用相机拍照 用相机拍照 我们的童年呢 就是 每个人的 pattern 你可以看到我们每个人的 pattern 差不多一样都是看住那个镜头 那种这样的 pattern 然后呢我们 要洗把照片洗出来呢 我们是需要一个胶卷 从一开始的黑白胶卷到那个 我的年代已经是彩色胶卷了 已经是彩色胶卷了的 而且里面一个胶卷哦 里面是拍照是很珍贵的东西 不能够随便拍的 不懂得随便 随便什么的 所以就是每一个镜头都是 彩色胶卷 因为它一卷哦 它只有36张 而且呢 它还要洗出来 我们才知道有没有曝光 所以是 在那个 所以我们的年代 我们的照片 我们的没有这么多 在那个年代 什么东西都慢 而且呢 就是每一样东西呢 我们都是非常珍惜 可能物质的 那个 在我的年代 已经是 叫做慢慢好起来了 我的童年的时候 70年代的时候 已经是慢慢好起来了 其实那个时候呢 我还记得呢 我们的 currency啊 其实是跟新加坡一样的 新加坡被独立之后 1969年被独立之后呢 其实我们70多 70多年代那时候呢 一直到80年代 我们和新加坡的 那个钱啊 其实是通用的 新币和马币啊 其实是因为 是一对一嘛 是通用的 后来呢 慢慢哦 开始我们的 那Canding的 那个阿姨啊 她就跟我说 我最记得 她跟我讲了一句话 应该是我那时候 开始一年级吧 开始二年级那时候 那Canding的 那个阿姨就跟我说 如果是说 你的 你的那个 以前我们的钱币 我们的新币 是一样大 一样大的 那个value 是一样多的 那个阿姨呢 就跟我说 如果 你 下次你来买东西 有那新加坡钱 你拿新加坡钱 来买东西 她这样跟我讲 也不会说 给我多一点点 她只是跟我讲 叫我在家里 找新加坡钱 来跟她买东西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呢 新币在我 应该是 几年级的时候呢 它已经是 从一对一 变成一对五了 一对二 一对五 这样那种 就是说 新币比我们大 就开始 慢慢就变成 很多人要新币 慢慢新币 也不再流通了 嗯 然后呢 我们要喝汽水 这新年才可以喝 非常非常 珍贵的汽水 你看我画的时候 是不是 我 我 我并不会说 一定要 要画到它 很直很下 你看我两边 不平衡 是没有关系的 OK 你看 它的那个 铁的盖 以前是玻璃的 这个汽水是玻璃的 而且呢 以前的汽水 是用那个布箱 一箱一箱 这样买 我还记得是 F&N呢 很多是 F&N的那个汽水来的 然后再来呢 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啊 它贯穿我们 不同年代的 那个 童年的 那个零食 这个 这包东西 妈咪 我觉得它是非常 厉害的 就是 它 把我们这么多 不同的年代 几十年的 年代 人啊 的那个 共同回忆 都拥有妈咪 都拥有妈咪 这个零食 它这边都是一个 点点点 那个圆圈 在这个 logo那一边 然后这个 妈咪 猫 猫 猫 还可以再大吗 我不能够再大了 可以 好 这个妈咪猫 猫 它其实很容易画不了的 你画它的鼻子 圆圈的鼻子 两个眼睛 然后呢 它的嘴巴 是下面 往上搭的 这样 还有它的手 妈咪猫 都拥有 以前我的年代 那个妈咪 她是两毛钱一包 两毛钱还是一毛钱 可能是一毛钱 以前我一二年纪 那时候我去学校 我只带两毛钱 妈妈给我两毛钱罢了的 学校有免费午餐 那时候有免费的东西吃 就是给清瓶子弟的 那个伙食这样的东西 现在应该还有 而且所谓的清瓶子弟 他们整班都去吃 我是觉得那个年代 是真的不会觉得 有什么问题 这些东西 然后还有就是 红十字炼乳 这个 这个红十字炼乳 我是觉得 我记得 因为它是很甜很甜的 它的那个logo 它是有一个女人 因为它的名字叫做 Millmate 然后它是有一个女人 头顶顶着东西 然后穿着那个 一个外国女人 穿着那个女用装 然后呢 我们的手 这边扶着 然后这边呢 就拿着那个 拿着炼乳 就是应该是炼乳这样 然后里面 这有个牛头 牛头的那个logo这边 它很甜 我们吃面包 我喜欢把它这样倒在面包上面 又或者呢 就是吃饼干 有时也会加一点点这个炼乳 同时吃牛奶 然后呢 我在画些玩的东西 就是 那个 我们垂泡泡啊 那个 不是那个 那个什么啊 是 刚刚有 有什么到的 就是有一颗 就是 这个泡泡 我们是能够用 这个这样的 这个我们就把这边是灭开 然后就把它挤出来 然后呢 我们挤在那个 那个吹的这个桶那边 我们挤在这边 然后我们用口来吹 一吹呢 它就跑出来 这样 然后我们就把它 粘起来 有时我们可以把两个这样 接在一起 把它弄那个什么 那个血人啊 什么这样 把它弄不同的形状这样的 这个吹泡泡这个东西 现在我不懂 我也是很少看到 现在小孩子玩这个东西啦 Anyway 然后呢 然后呢 再讲吃的呢 还有就那个 Biscuit Pering啊 就是那个 那个圆圆的 整块圆圆的 刚刚那个 一放进口里面 就涌掉了的 那个 那个饼干 我们会喜欢呢 就是把它咬 咬成我们要的形状 可能是我们也要咬 咬成月亮的形状这样 那个 Biscuit Pering 然后呢 我们会玩 TikTok Tool 然后是 是 那个饼叫 榴莲饼 有点榴莲味道 对对有点榴莲味道 对榴莲饼啊 那个叫 TikTok Tool 就是我们会玩这个 擦 这个擦 擦 然后呢 我们也会 做那个紫封筝 就是我们用那个竹 把这个竹子 砍 砍到幼幼小小 幼幼小小 然后呢 就把它这样 做一个十字架 这样 这个这样 这边比较长 这边比较短 然后这边呢 用绳子呢 绑起来 然后呢 用那个 包纸 把它 粘起来 这个是包纸来的 这也是包纸 以前呢 我们就是用 这些这样 很环保的方式 然后包纸还要把它 拉成丝 也要它漂亮飞起来 就真的是有那个 有那个感觉 就是它这个 随风飘逸的感觉 然后还记得吗 我们每个童年都有这个 印度uncle 这个印度uncle做什么的呢 这个印度uncle呢 这边有点孔 画在这里 OK 可以 我们童年呢 都有一个印度uncle 他呢就是 后面比较好一点 这个印度uncle呢 他就是坐住 也就是坐住 那个脚车 还是 电动摩托 还是坐住 那个电动摩托 然后呢 他这个电动摩托 是他全部有很多 很多 一大包一大包 不同不同的 那个 零食 拿来卖的 在我们放学的时候呢 在我们的学校前面 就看到这个印度uncle 有时不是印度人 有时是 应该是 有时是华人 都有 什么人都有 其实 这样呢 他就拿着 带着这个 一车的那些东西 有个 bombomb的 他就有 bombomb 这样 bo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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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们是 在家里面 有听到这个 他bomb bomb bomb的声音 就走前去叫停他 然后就买 马上就买的 这个 通常是印度uncle 他会做这个东西 那时候 那个年代 我们的童年 然后呢 这个是非常 非常我个人的 因为我学校那边 我的小学 文体中华小学呢 有很多 很多壳 很大壳 很大壳 很大壳的书 可能都有整百年了的 在我的年代 已经有整一百年了的 那个书 很大很大 要几个小壳 才能够 把它 爆起来的 那很可惜 在 应该是 多年前 就 那个 学校的 决定 把它砍掉了 几百年的书 给把它砍掉 我也是不明白 我们想什么的 Anyway 我小的时候呢 就是 有很多那个大书 就很多落叶 这样小孩子呢 我们都有自热身的 一年级 星期一 二年级 星期二 三年级 星期三 四年级 星期四这样 这样我们就去 试书叶 我们的名字叫 试书叶 我们去买那个 sate 刚刚我们看到 一只一只的sate 五分钱一只 我们吃了那个sate 之后呢 我们就那个sate 的棍 我们去把那个 地上的树叶 一片一片 这样 堵起来 这个是我的学校 罢了 其他人的学校 可能没有 这个就是 你看 这个就是很 我的记忆 我的童年 可能一些是 你们的童年 是有的东西 我的童年 是没有的 你们也可以 把它画出来 这个是我的 那个sate 棍 我们就是这样 把那地上的 那个树叶 把它 这样 扣起来 然后拿去一个 大的 那个 那个垃圾袋 那边 有人就拿一个 大大的垃圾袋 我们就把它丢进去 这样 这个是非常 我的 小学的记忆 然后我也很喜欢玩 那个子公仔 那个子公仔 人 那个子人 她的眼睛 她的眼睛 就是大大的 很漂亮的 然后她永远 她的手 她的手 是张开的 很优雅的 张开的 双手 我认识 然后呢 只有那个衣服呢 是给她的 就是 那个衣服呢 也是会配合她 就是那个 手是张开的 然后那个裙子 这边呢 有那个可以折起来的 有那个可以折起来的地方 这个女孩子呢 其实以前我们没有这么多钱买洋娃娃 就是这个子公仔 这个可能就观传我大半个童年的一些游戏 还有零食 可能还有很多很多 还有很多很多是 不能够把它记录下来在这一边的 Anyway 这个是属于我的童年记忆 这样的 我把它 这边呢 因为它这个是属于有点透明的 这个泡泡球 这样我就轻轻点一点 这样就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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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灰色 上一点点那个 古早色 就是那个巧克力色 这样的那个古早的感觉 可以的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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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咸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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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是用青彩绘的方式 所以我是用brutch pen 比较简单 我在brutch pen 然后是那个玻璃上面就 就涂上那个颜色 涂上那个颜色 你们有些朋友是要用那个水彩也是很OK的 绝对没有问题 你们要什么方式自己喜欢 或者你们根本就不需要这样去做 这样的颜色堆叠上去也是OK的 不需要也是OK 我只是大概把一些颜色放上去而已 我用这个Water Brush Pen是因为它是水 它会慢慢渗透 就变成它的颜色慢慢变浅 看到吗这边慢慢变浅 这样的话就会有那个渐沉的那个感觉 榴莲饼啊这个叫 Bizcuit Peering 可能你们可以迟点再上那个颜色也没有关系 不要上那个颜色也没有关系 等下我还要把一些边然后加黑 我是很随意的 这个因为我这个最主要其实是把那个颜色放上去 我就OK了的 也没有什么technic那些东西不需要 我只能让那个笔的颜色它自动要带过来 你看它变深就慢慢变浅 这个水笔的好处呢就是 你一直这样画的时候它水一直出来 它的颜色慢慢变浅 它自动的就有那个渐沉的那个效果 这样而已 它自动的就有那个渐沉的 这样就有一点古早的感觉了 不需要想太多 你要怎么样 他的生前什么那些东西不需要 你觉得这边我要再生一点 再加点颜色 这样就好了 当然如果是有用到这种彩色 就是有用到水 那个纸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的画纸太薄的话 它可能会起毛 这样可能就不适合加水上去了 这个笔我只要这样去清理 这样就OK了 这样就干净了 太多了 浪费 因为我这个纸是属于 吸收力比较好的纸 所以我这样大概其实还是干了的 如果你还没有干就不要做我接下来的步骤 若是说你干了的话呢 你就可以做你接下来的步骤 因为很多时候我甚至会把它隔久一点 可能一两个小时之后才做鸡是更保险的 因为怎么样都好 是这个纸我刚刚这样子放水 它其实还是有点湿的 而且你可以看得到 如果是你弄了水 它会剁开来的话 是你的笔不好 好像这些笔 这种皮马笔呢 它是水抵抗的 所以能弄到水呢 它不会撕开 这个就很重要 有时候我们要弄到那个干湿 两用的那个的话呢 我们就要选择那个 水抵抗性比较好的 这个呢 是冠传七十八十年代的那个我的童年 可能 六十 如果这边有六十 五十六十年代的朋友 可能你会有 和我们不太一样的那个玩的东西 但是我之前我听大家分享 其实我觉得 其实都很多蛮一样的 可能有一些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其实都好像是一样的 像现在呢 我就把 它的那个外框 我下出 而这一些 我就选择一个方向 可能只是一边罢了 可能是左边 和下面 左边 和下面 回忆我的童年 回忆我们的曾经 其实最只要是 要让我们 弯骨而到尽 从之前的种种回忆里 看到 珍惜现在所拥有的 比较细的呢 我就会用比较细的笔 可能用03 0103 我将加了 只是让它看起来就好像是那个东西贴上去比较立体一点 让它的层次比较出来而已 这个就是个人的喜好来的 你们要不要这样做其实也是绝对OK的 这个可以用回粗一点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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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这个是贯传我们那个年代的记忆 这个在泡泡里面 这样我就不会这样粗粗这样跑进去 泡泡里面是比较 同样的这个泡泡 这个东西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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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